哈喽大家好我是瑞哥 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 玩者荣耀中的六中罪啊 第一罪位移最多 位移最多的英雄就是不知火舞 他的技能还有加上他的普攻 基本都是附带的位移 他改版之后5秒一个被动 位移也是非常远 大招啊一技能二技能 收放之后都能做到位移效果 这就是小谷中位移最多的一个英雄 第二罪就是伤害最高 伤害最高的话是这个陈小金啊 陈小金他是血越低伤害越高 特别是在极低的情况下 枪单于多出了三把破军的伤害 这个时候如果是贴着翠笔打 那翠笔很容易就直接被陈小金给击杀 第三罪翻盘能力最强 就是伤中 因为伤中的大招 带指导是非常广 然后也是威力非常大 然后如果他是守在高地的话 很容易就守着守着 最后反而是守成了一个翻盘局 这就是都是伤中的功劳 只要伤中不死 那个水晶就基本很难推得掉 第四罪 死亡次数最多的 死亡次数最多的就是鲁斑 去年的时候就听说过鲁斑死亡过 差不多60亿次 想想今年已经是三周年了 如果是三年时间加累积起来的话 估计这个鲁斑要死了几百亿次 第五罪 价格最贵 价格最贵的当然就是伍则天了 到现在我还没有伍则天 其他英雄都有 然后除了伍则天 爱琳都没有 伍则天的话 要需要点圈图宝 一般来说需要360一次才能抽到水晶 如果一次 按一次60点圈算的话 那抽马360一次就需要21660点圈吧 差不多两天多的命运 才能获得一个伍则天 第六罪 出场率最低的英雄 爱琳 伍则天虽然是最贵的英雄 但是她还是可以拥有的 而爱琳就不一样 爱琳是内侧的时候送的英雄 目前虾谷中拥有的人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出场率也是非常低 而且出场率的那个土地表里面 基本上连爱琳的名字都看不到 然后那个官方的网站里面的壁纸是吧 也看不到爱琳的壁纸 所以说这个出场率也是非常低的一个英雄 还场也是很基本是不可能还场的一个英雄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小伙伴你们还是知道王子龙耀中 还有哪些知罪的地方吗 欢迎大家知名评论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